高雄的疫情持續擴大 施打疫苗的狀況 也備受關注 目前國內 單日的接種人數 創下了新高 一天有三千六百九十人 但是機組人員 我們帶您看到了 在高雄的狀況 蝦內國籍航空的員工 接種率居然只有百分之六點三 等於有超過九成的機師 跟空服員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就算在機場設置了接種站 還是沒有提升意願 高雄小港機場裡頭 等候區排滿人 不是等出國的旅客 全都是機場工作人員 終於等到自己 注射新冠肺炎疫苗 直接在機場設立疫苗接種站 畢竟他們的工作環境裡頭 面對人群來自世界各國 無時無刻處在高風險 打完之後安心不少 我們覺得有這個醫務 也有這個需要 來去接受這個疫苗的注射 航警替代疫 機場各類工作人員都來了 可是機師跟空服員 就是沒看見幾個 接種的人數大概只有6%多一點 高雄俠內兩家國籍航空公司 共有527名員工 從4月12號陸續接種開始 截至目前竟然只有33個人打疫苗 接種率低得可憐 只有6.3% 就算機場設立了疫苗接種站 還是拉不起來 我們也在積極的溝通 相關的航空公司能夠基於群體免疫的概念 能夠基於保障工作同仁以及其家人 還有社區風險的這個概念上面 盡量的在排班給予方便 機場接種站也跟著勞動節假期 暫停運作實際上施打就只有4月29號一天而已 不過對機組員來說 接種完48小時內無法排班 可能就是施打率無法提升的原因 衛生局將持續跟航空公司溝通 讓機組員排定時間盡速接種 華視新聞 黃文副 陳信仁 高雄報導